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与N的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 今集将会继续讲张英才配过什么剧集和配过什么角色 好,今集就讲到1993年 1993年绝对无敌,张英才配武田 接着是黑龙合影,张英才配迪哥斯的父亲 接着是忍者乱太郎,张英才配护步伸左慧满 1964年时空穿梭新大陆,张英才配博士 这套卡通是法国教育动画 接着是1995年时空穿梭大发明 仍然是由张英才配博士 然后是博激之男,张英才配鬼狐子 然后是幽游白书,张英才配妖太 接着是卡拉OK战士 接着是卡拉OK战士,张英才配唱歌大师 然后是1996年,卡通是咕噜咕噜摩法阵 张英才配总裁 然后是1998年,明征探柯南 张英才分别配过很多角色 分别是29集的大木田 53集的土桥哲夫 67集的盐田平八郎 和68至70集的金城园一郎 接着是1999年 就是霹靂小威龙 这套是法国的动画 张英才配奥朗 接着是2001年 2001年 微星小超人 张英才配地狱怪魔 地狱魔怪 接着是时空穿梭大发现 张英才配博士 这套是法国的教育动画 接着是神风怪道 张英才配英国亲善大使 接着是勇者指令 勇者指令 张英才配过很多角色 分别是 分别是 《朝日山藏一》 这是第2、5、7、13、21、23、33、35集 另外是《佩鲁斯》 这是42至45集和48集 接着是《炸弹星人》 这是第7集和25集 接着是《卡沙鲁卡桑》的《囚犯》 这是第43集和44集 然后是2002年 陆门天外 张英才配七彩水龙和水龙兽 接着是《包船陀鲁卡桑》 接着是《包船陀螺》 张英才配金里的朋友 接着就是2002年的《咕嚕咕嚕摩》 《魔法阵》第二集 张英才配总裁 接着是2003年《麒麟王》 張英才配松井老師 然後是數碼暴龍第四輯《無限地帶》 張英才配第三集中的《蠟燭壽》 2004年高橋劉美子的《動漫世界》 張英才配部長的角色 然後是2005年《星夢美少女》 張英才配《奇里斯》 此外也配過一些劇場版的動畫電影 首先是1998年《龍珠》劇場版《冥界超激戰》 張英才配《藍界王》 然後是2004年《多拉A夢大電影》 《知役之勇者》 這是TVB版本的 張英才配方博士 另外亦有一些特攝片 特攝卡通 不是卡通 是真人做的 1998年《超人迪嘉》 張英才是做《宿那鬼》第十六集的 然後是1999年《超人迪嘉》 張英才是做《月吉》 這是第八集的 然後是2001年《超人迪嘉》 這是第十五集的 張英才是配《浴店》的老闆 此外張英才也配過一些日語的劇集 日語的劇集有1972年《游道龍虎榜》 他就配《淺野正五郎》 這個《淺野正五郎》的角色 原本是由奸元謙次做的 接著1985年 就是《阿信的故事》 張英才配的角色就是田仓大五郎 這個《田仓大五郎》的角色就是由北川和夫做的 接著1988年《祖月老師》 《祖月老師》中 張英才配《半平九郎》校長 此外張英才也配過一些中港劇集 首先2003年《秦始皇》 他就配《王展》 這個角色就是馬小茅來演的 2005年《雍乾隆王朝》 他就配《慶城》和《蘇紀》 此外也配過一些台劇 1993年《鮑青天》 他配《王延寧》 1994年《台灣的《倚天屠龍記》 他就配《張三豐》 2000年《台灣的《少傲江湖》 他就配《方正大師》 此外張英才也幫很多《英美劇集》 做過配音 分別有1976年的《小鎮人心》 他就配李彼得 1994年《鎮人心人術》 1994年《鎮人心人術》 第四輯 他就分別配《病人》 第16集 跟著是《醫生》 又是他配 跟著沙大雄 都是張英才配 跟著2005年的《迷》 張英才配《高冬妮》 這個角色 跟著2006年《24V》 張英才配《直升飛機師》 跟著《迷》的《第二輯》 張英才配《高冬妮》 然後就一些電影 張英才當然幫很多電影配音 好 首先就是《王者之劍》 他就是這套西片來的 就是配唐杜沙 跟著1980年的《教父》 他就是配《羅基勞》 跟著是1991年的《二刑續集》 他就是配《割民》 和《奴芳》 兩個角色 1992年 兩套《鐵血戰士》 首先是《鐵血戰士》 他就配《Homer Phillips》 第二個《鐵血戰士》 就是《鐵血戰士》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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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接著2000年石破天經 裏面他配金艾爾 接著就是超時空接觸 他就是配盧卓諾 主演這個角色的就是Damn Gilbert 接著2001年末日戒備 張英才配和迪米 接著就是寶貝智多星第三輯 智琴四大魔王 不是四大魔王 而是四大癲王 張英才配閃沙展 這個閃沙展原本就是Christopher Curley 接著是心理遊戲 張英才配蘇心梅 接著2002年 《絕世天劫》 張英才配拉夫 接著《程約今生》 張英才配斯艾迪 接著2004年 《圓人爭霸戰》 《圓人爭霸戰》 張英才配斯艾迪 這個角色 原本就是大衛華納做的 2005年紐約風雲 張英才配斯艾迪 這角色 這角色是由David Hemmings 做的 《圓人爭霸戰》 接著就是傾國傾省 他做公親王 然後2006年 《海神號御險記》 他就做這個假醫生 不是做是配 配這個假醫生 做這個假醫生的就是James Irwin 接著就是《魔界三部曲》 《王者再臨》 張英才配 張英才配 迪內瑟 演出的人 叫做約翰諾伯 接著就是 《近諸者殺》 張英才配的角色 叫做阿菊 最後 2007年 張英才 在敵對邊緣裏面 配這個 Bloodius 這個配了這個之後 都還未播出的 後來至到張英才離開了明珠台 退休了 這套劇才播出 好 同大家分享張英才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 也都全部完結了 多謝大家收睇和收聽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 點讚 分享 希望 如果你有朋友 是喜歡張英才的 都希望你分享這些片給他們聽 好 我們下一條片 繼續和大家分享 另一個影視明星的生平特輯 好 今集就講到這裏 拜拜